在美国政情部分我们来关注的是共和党内 就是川普的共和党 美国NBC主办的共和党第三场总统提名参选人辩论 党内支持度最高的川普依旧缺席 登台的另外五个参选人也不谈他 前一天共和党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 也没有成为话题 川普在距离辩论会大概半小时车程的地方 自己办造势大会 这就是他的风格 而他在造势大会上呛 共和党办的辩论会不值一看 导致他的女儿伊凡卡在纽约 为了爸爸的民事诈欺案出庭 伊凡卡的庭上态度非常谨慎 反复的只回答他不记得了 美国共和党第三场总统提名参选人辩论 由NBC新闻主办 一如前两场前总统川普的对手们 在他缺席下登台辩论 试图拉下川普在民调中的绝对领先优势 民调排名第二但远远落后川普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 和前联合国大使海利稍稍的批评了川普 但依旧没有改变川普主导的竞选态势 这回辩论只有五位参选人符合资格 除了德桑提斯和海利 还有参议员史考特 前纽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 以及创业家拉马斯瓦米 前一天美国才举行完非大选年的地方选举 但台上五人就好像这场选举没发生 因为共和党可说惨败 传统偏共和党的红州肯塔基 民主党籍州长成功连任 俄亥俄州公投通过堕胎权纳入州线保障 据指标意义的摇摆州维吉尼亚 民主党抢回州议会主导权 辩论台上前99分钟 没人提关键的堕胎议题 激起最多火花的讨论是外交政策 台上两两桌对厮杀炒得不可开交 但其实五人对外交核心议题基本上一致 支持以色列反对哈马斯伊朗和中国 而谈到中国的短影音应用程式TikTok 更让前联合国大使海力动气 台上五人力争成为川普的主要对手 但川普根本没放在眼里 不仅不参加辩论 更刻意在附近办造势大会抢戏 川普这些话说得有底气 因为即便77岁的他卸任后面临弹劾案 还有四项正在进行的刑事审判 遭控91响重罪 他在共和党内的人气无可动摇 经济学人杂志就说 他看起来可怕的可能当选 如果美国明天就举行总统大选 他可能会赢 现在甚至有人开始揣测他的副手 会不会是福斯新闻前明星主播卡尔森 而川普涉嫌 服报房地产价值的民事诈欺审判 8号传唤他的女儿伊凡卡 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 但即便过去负责集团房地产交易 与银行侨定贷款 伊凡卡发挥政客健忘精神 反复表示自己不记得了 官司不是问题 在党内平均支持率超过50%的川普 最终很可能赢得共和党提名 现代初选历史中 在大选倒数一年 民调像他一样高的人 统统获得提名 不过川普也教会我们 永不说不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